秦时明月 十大明剑 你知道几个 在江湖上存在着一个极富盛名的明剑榜 风胡子剑谱 能够进入其中都是巧夺天宫 有着不俗战力的明剑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剑谱前十的明剑 第十名 灵须 张良的配件 灵须修长秀丽 健身经营 镶嵌有十八颗宝石 避雪担心 与主人张良一样 灵须套着一股书卷气息 张良作为剧中两大智力天花板之一 他常常为人所熟知的 是那超凡的谋略 以至于大家都忽视了张良的战力 作为齐罗三杰之一 张良的战力同样可观 在即将回归的第六集下半部 将会有儒家与六剑奴决战的气氛 届时大家可以一睹张良与灵须的风采 第九名 丘梨 小梦的配件是一把颜值极高的长剑 与小梦气质很搭 还记得小梦第一次登场时 夺梦的旋机布出尘的气质 都让人记忆犹新 之后在与儒家扶念比拼内力时 小梦便是有使用丘梨 丘梨的造型很特殊 剑柄尾端连接着浮沉 剑刃则是有很多锯齿 当小梦催动内力 剑身还会营扰着淡紫色的剑气 形象相当强颜 由于目前都还没有小梦全力战斗的画面 丘梨上线在那里也是一个谜 第八名 钱骄 官方还未公布剑谱第八的名剑 我个人猜想是韩信的钱骄 作为武力智谋同时在线的关键性人物 韩信配件无法上榜 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钱骄还只有过一次出销 造型相比其他名剑低调了很多 这也与韩信的人设相符 剑柄上雕刻的龙爪 算是钱骄最显眼的特征 第七名 水寒 高剑梨的配件 取名来自荆轲的风霄霄西易水寒 整把剑拼向深绿色 纹理较为普通 水寒本身属性就属于基因 与高剑梨的兵系功法相契合 当剑身上缠绕悬兵后 水寒颜值将拔高布置一个档次 不过水寒更让人熟悉的 并不是他那霸道的攻击力 而是在高剑梨手中展现出来的强大AOE效果 每次水寒一出 周遭都会陷入冰天雪地 第六名 雪祭 与小梦的丘梨一样 同样来自于道家的明鉴 我个人感觉之所以雪祭排名更高 并不代表雪祭就优于丘梨 而是雪祭的象征意义更强 三百年前 道家分裂成了天宗 人宗之后 两家便是陷入无止境争斗 雪祭作为道家掌门人的信物 有着特殊意义 自然成了天宗 人宗争斗的焦点 如今这把雪祭 掌握在逍遥子手中 在第六集 剑道逍遥子种种可疑表现后 对于它就是掩日的呼声 也是越来越高 不过我感觉 这应该只是玄机的烟雾弹 第五名 甘江 墨爷 田刺所掌握的配件 乃是一对雌雄双剑 甘江 墨爷分别代表着太阴 太阳 两股相生相克的力量 剑道之中蕴含着超然的剑椅 是排名前世中杀意最浓的配件 寻常之人根本无法掌控 甘江 墨爷的力量 少有不神 心智就会被其反噬 成了只会追究杀戮的怪物 可能也只有像填词这样 头脑简单 信似单纯之人 才能掌控这一对双剑 第四名 赤霄 同样是官方还被给出定论的名剑 我个人感觉八九不离十就是刘记的赤销 毕竟刘记的原型就是刘邦 顶着如此历史光环 身上配件过于寒碜 肯定说不过去 第三名 太厄 儒家掌门人也是七裸三绝之首的福念的配件 虽然太厄排名极高 但是能为大家所熟知的表现并不多 除了与小梦的比试 福念几乎没有出手的画面 这应该也与儒家不惜纷争的思想有关 有着如此之高的排名 福念与太厄组合的潜力不容小觑 随着六剑奴对儒家发起总攻 覆盖在七裸三绝身上的神秘面纱 终于将要揭开 第二名 冤红 剑圣葛聂的配件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名剑 掌握在葛聂手中的冤红 成了战无不让的象征 倒在冤红剑下的强者不及其属 葛聂对剑的领握早就超脱了剑的本身 并不拘泥于剑的形式 在与卫装决斗时 葛聂便是断然舍弃冤红 以折断冤红为代价 击败了师弟卫装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葛聂都用木剑代替冤红 虽然对大叔战力有着一定程度影响 但是即便手持木剑的葛聂 能够与他交手树袭的对手 也是寥寥无几 在秦六的海报中 已经有了重塑冤红的画面 大家可以期待一波 第一名 天问 作为千古一帝嬴政的配剑 与其说天问有着冠决天下明剑的战力 倒不如说天问的象征意义 让它成了独一档的明剑 格聂与韩非论剑时 曾将剑分为三等 庶人剑 诸侯剑 以及天子剑 最高等级的天子剑 有着开合天下之能 剑锋所指定七国局势 凭四方之乱 剑恶所指 因天下洪流驻千古为业 嬴政手中的天问早已不是一把武器 而是天下之法 不管其他的明剑有着如何华丽的战绩 在千古一帝嬴政面前都不值一提 格聂曾经评价过嬴政 他是一个凡人 却超越了凡人的成就 嬴政的存在 数千年可能就此一人 未来可能也不会再出现 有着如此光环加深 即便嬴政手中握着的是一根木棍 他也是排名第一的明剑 当然以上提名的明剑只是疯胡子剑谱中的 至于卫装的沙尺 因为被划分为妖剑的范巢 并未纳入其中 除此之外 月王八剑同样有着自己的排名体系